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做这些节目 对我们的录音场所来说是挺特别的 你这么干过 对我们今天俩在一个小茶馆 一边喝茶一边聊天 颇有几分圆州派的味道 有点 之前节目大家也听说了 我前段时间也不在 去了趟日本 想死你 也是刚刚回来 所以我们回来也休整了一下 然后这一期开始就重新把我们的节目恢复起来 热烈欢迎你回来 特别是在这么大热的天气里 不要更热烈一些 有听不见的掌声 好的 今天没音乐了是吧 今天特殊场所就可以后面补 设备也没带起 其实就少拿了一根线 不然就还可以 暑期你要不要简单 汇报一下你的暑假生活 难得还有个暑假 对我们算是过了个小暑假 就是因为正好之前 我们的工作也是有一个小的变动 工作的场地有一个小的变动 然后我们就正好也借着这个机会 休整一下 再加上我们大家也知道 我们其实也做主要做艺术空间 这一部分的工作 那艺术空间其实到了夏天 也是一个休整期 一个休息休假期 然后这次我去京都时候也看了一些 也去找一些别的画廊 本来也是想去学习交流一下 结果发现这个行业 真的是大家夏天都休息 大部分基本上8月9月都是不开的 想想京都的夏天 虽然我们这也不凉快 是吧 对的 就是好像休息很合理 是非常合理 特别是京都 因为京都它是个盆地 周围是四面环山 然后就是整个热蒸气 全部闷在里面 这特别刺激 是吧 我都想叫你京都烤肉了 京都烤肉也可以 还是蛮好吃的 对 就是因为我们这江南 其实有梅雨季节 也是非常闷热 然后京都正好 它的纬度跟咱这也差不多 然后也是一个盆地的结构 所以也是有梅雨 然后也是到了夏天 特别的闷热 然后我们本来 因为之前去京都 就是觉得好像跟我们这 夏天也差不多 特别是跟江浙 上海南京这一片都差不多 但这次去了以后 我发觉 哎呦 怎么那边比咱这还蛮热 那是因为你不在这边 也是 如果你回来的话 你可能就差不多了 有可能 因为我走的时候 上海其实还好 还没有上升到很高的高温 后来可都是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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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到那边 就感觉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那个差异 就是这边感觉上海的温度 比那边还稍微凉快一点 嗯 对 有的时候也是一种 不能分身的幻觉 对对对 不能分身的幻觉 对 那怎么感觉这个假期 有休息到呢 嗯 还算是休息到了吧 虽然说回去也 也有一些家庭的任务啊 然后有些工作上的事情啊 也做了一些 但是感觉精神上还是稍微 肉体上没有放松 但是精神上还是放松一些 那不错 对的 对 虽然每天就大热天 还在外面跑啊 什么的 但是就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好像是在那两三周 是稍微放松一些 我感觉 是因为每天有事干 哎 每天有事干 然后呢 可能也有 就是和自己家人 家里人也 也是久违的相聚吧 然后那个心情 可能也会好一些 嗯 对 不错 嗯 感觉你回来以后 状态比我好 是吧 可恶 对对 但是我其实 我回来跟你聊天嘛 我其实是反而 这次去了 睡眠反而没改善 就是走之前 在上海 已经把那个睡眠 调的是越来越好的感觉 结果一下换了个环境 换了床 然后再加上 每天大热天在外面跑 那个体能消耗也大 然后整个睡眠 感觉又一下的 回到解放前 回到解放前 哎呦 真是 不过后来 零回来前慢慢慢慢 好像又调的好一些了 嗯 那是适应那家了 有点适应了 对 然后刚刚还适应了 又要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又重新适应了 是的 哎呦 我发现真的是 这个 这个年纪长了以后 这个身体的这种 怎么说 适应力 适应力 对 就明显变差了 以前那种 什么到欧洲 坐十几个小时飞机 那就睡了 睡两天 也就好了 对吧 完全没感觉 现在在日本 这才哪有时差 就一个小时时差 本于没有 那就感觉还是身体上 有些反应 嗯 嗯 对 我就想起 窦文涛在很多年前的 枪杆塞人行 说的一句话 我忘记 我忘记他当时 什么年纪了 他就说 我身边现在 四十来岁的 这个朋友 嗯 这话有点可怕 身边四十多岁的朋友 是不如此一个个 哎呦 哎呦 太狠了 太狠了 对 对 对 现在的我们 是 虽然你是九二年 哈哈 虽然你七二年 九二 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 嗯 都需要调整 对的 那你呢 你这个 这个小小的假期 哎呦 不像你 其实可能 还有些 有些事吗 有些家庭什么的 嗯 对 我就不太行 哎呦 那也不是说 多糟糕吧 反正就是 慢慢调吧 慢慢调整吧 是 调整心态 哎 人生就是在调整 哈哈 人生整个就是在调整 都度过 嗯 就是 你自己在不断的变化 因为也不断的在成长 嘛 不断的变化 然后你的环境 也是不断的在变化 嗯 所以就一直要遇到一个 自己的变化和环境变化 相疲惫的一个问题 哎呦 哲学家 哲学家上线了 哎呦 分析了一下 所以就感觉特别 就一直在要在调整自己中 嗯 反正就是 那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忙一点 可能会好一点 嗯 是 好的 就久违的节目 哎 杨老师也提出了 我们这个 闲聊一下 是吧 对 慢谈 暂谈一下 嗯 不知道你这个假期中的文艺收获怎么样的 嗯 因为这次回去呢 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目的的 不管是家庭生活 还是自己 我们的工作这方面嘛 目的的 所以相对来说 时间感觉还蛮紧张的 嗯 嗯 所以留给文艺的时间不多 但是反正也抽空 稍微去逛了逛 然后呃 我就先说我这次在京都吧 京都其实出门的机会也不多 因为实在天太热了 嗯 这白天出去过两三回 然后那回来整个人感觉就就萎靡不振 可以想象 对 所以后来就就学乖一些 就到了傍晚天这个呃 太阳下山 在出门 不晒 对不晒了 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选择的 去的目的地就比较有限 嗯 因为晚上还开的也不太多了 嗯 所以就是在京都的时候呢 去电影院逛了 逛了两次 哎 然后呢 呃 想说晚上有时间可以看看电影 不过看了一圈呢 还真没什么 就正好这段期间 对 没有太多想看的这段时间 然后呢 呃 传单是有一堆 哎 就是搜刮了一堆 搜刮一堆 传单 不是床单 对对对 宣传评 对 然后他那个呢 很多呢都不是 目前在上映的 都是那个 要很后面上映 什么下半年到90月份上映的 都已经传单出来了 嗯 是太早了 我靠这宣传做的 电影院的夏天也是淡季吗 还是怎么了 不知道电影是有了 嗯 但感觉正好这 这段时间放的票可能 暑期的 不是你去你去所在 然后呢 正好就看到有一些老片在上 然后正好看到了那个 金泉的那个在街上 有从影 然后说哎 这巧了 遇到遇到就看呗 对吧 然后就又看了一遍 嗯 也算是二刷了 二刷了 之前是在我 在在在 我家里资源上看的嘛 嗯 然后在电影院看了一下 嗯 感受的区别 嗯 还是 影院还是不一样 我觉得 嗯 我觉得就是那种 它即使是金泉的片啊 它那种 很多长镜头啊 很多这种 就很少的场景啊 大家大段的对话 对白啊 但还是那种 在影院里的那种 视觉感会很不一样 就是比如说 它同样是一个 在房间里对谈的 那么一个画面 嗯 那它的那种 人物的构图啊 那种画面的构成啊 就给你的 的印象啊 就会 更深 立体很多 立体很多 这个印象更深呢 就会 更加的能把你 带入到那种 对话的这种 人物关系当中 就跟你在 看小屏幕 还是不太一样 清静感强很多 强很多 嗯 对的 所以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嗯 然后看了这个 金泉的这个 片 这次又看了一遍 我觉得他也是 真的是一个 曾经的一个 这个叫什么 地下文化爱好者 就是那个 整个舞台都在 那个夏北泽嘛 看样子 他在夏北泽没少混 嗯 所以他其实 我觉得他是把自己 那个对于 夏北泽这个地区的爱 也全部融在 这个片子里了 哎呀 然后是进阶了 以后不用说话 挺好挺好 所以他里面 很多那些小的场景 他虽然场景不多嘛 他比如说有拉面店 小书店 那个古照店 小剧场 那肯定都是他自己 日常生活中 息息相关的一些场所 嗯 然后对 然后我发现 这是他的那个电影 这次第二刷以后 看那个电影呢 还是很多细节 因为第一次 可能也没仔细看到 第二遍看细节 也真的还是觉得非常好 就比如说服装 嗯 服装 我这次就细细看了一下 我觉得还是蛮出色的 嗯 就是这部片里面 不是有好几个 主要的女性角色吗 然后这几个女性角色的性格 嗯 可以说区别很强烈 但是又可以说很微妙 嗯 因为他们都是生活在那个 这个夏威泽街区的这种 比较偏文艺的 呃 女青年 但是他们的性格呢 又很不一样 所以他在这个服装设计上 到这种 嗯 这个呃 服装的呈现上就会用 很微妙的区别来体现 我觉得还蛮有趣 人性格 就比如说那个女导演 穿的就比较中 更中性一些 就是那种黑T恤 下面加那种宽口的 牛仔裤什么的 嗯 然后那个 在那个 呃 那个男主的女朋友 就是相对比较 这里 这个角色的 女性角色里面 她是比较女性化的 一个存在 嗯 但她性格 其实又有很强 强硬的一面 所以她那个服装 就选的就又有 就比其他人女性化一点 但是又没有 又没有那么的女性化 又有点中性 我觉得还蛮微妙的 嗯 对 所以就是有时候 真的有些电影是 一刷可能真不太够 哎呦 不得了别了 会看电影了 那最后 我记得最后有一个镜头 嗯 就是有一个女性 到那个男主角的店去 是吧 是 我回下子有点 有点想不起来 我觉得 我的印象是有人撒了谎 还是怎么着 反正这个女性去 去这个店里 好像又想找这个男主角 还是怎样 还是某个女性角色 变成了店里的店员 还是怎么着 所以你不太记得了 嗯 我也记不得了 这段我也记不得了 结尾你不记得了 结尾不记得了 结尾 我想想看 最后是怎么结 我印象比较深 是他们 最后的 有一个电影的高潮 是在夏北泽的路边 然后所有的这些角色 都相聚了 嗯 在一个路边 有一个 其中有个警察的角色 嗯 男主和他的那个 电影的 嗯 助理 那个小姑娘 他在他家里面 不是最后有个 很长的 对白的镜头吗 嗯 结束以后 他们 嗯 第二天早上 他们俩出门 嗯 出门就碰到了 那个酒吧的老板 和他的前女友 嗯 然后呢 又碰到了 这个 警察 导演 警察 对 又碰到警察 反正就是 最后这个镜头 我觉得是 可能是他 金权设计 这个片子 比较高潮的一部分 就是让 很多这种 关系很复杂 很矛盾的 这些角色 聚在了一起 然后这个镜头呢 就是 我第一遍看的时候 觉得呢 特别舞台 特别的那个 这个叫做 短剧小品感 嗯 但第二遍看呢 觉得 哎 还行 也没有 第一遍看 那么违和感 嗯 反而是 把他的这个 剧的整个的 这个里面的幽默感 给提了一下 嗯 还有点有趣 嗯 那看来是我记错了 最后是这个情节 嗯 再往后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后面 还有一个镜头 好好啊 对 晚点我得回顾一下 对 主要就是 在京都看了这场电影 嗯 然后呢 又去看了展览 嗯 看了展览呢 就是去了那个 近代 国立近代美术馆 嗯 近代美术馆呢 我其实这次 本来没打算 去看展的 嗯 本来其实是想说 如果有小的画廊 想去看看 主要是 想去跟那边的画廊的人 有些交流嘛 然后看看那边 有没有什么 年轻的艺术家的展 嗯 结果画廊 没看成吗 没看成 然后我就顺便看看 最近美术馆 有啥展 嗯 所以就是到那边 我才查了一下 查了一下 发现 那个 近代国立美术馆呢 他有那个 呃 有两个展 正好在展一个 是那个仓务使郎 仓务使郎是个 呃 这个叫什么 家具设计师 嗯 是个家具设计师 然后是他的一个 算是比较大规模的 回顾展吧 OK 嗯 然后我就去 呃 我就有天 我就去看了 嗯 因为仓务使郎 我其实知道 他蛮蛮早的 是很早之前 我是呃 当时是第一次去日本 嗯 零几年吧 然后去日本以后呢 当时看到书店里 有一个就是 美术类杂志 叫艺术新潮吧 好像讲 然后当时 有买了一本 正好是那个 他的特辑 但是我第一次知道 有这个人 然后就看了 他的一些作品 就感觉 作品就非常的呃 艺术化 他的那些 这个这个家具设计 嗯 然后艺术化 比如说 他有个很知名 是玻璃 玻璃椅子 玻璃里面是 镶嵌的那个玫瑰 嗯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铁网 铁丝网做的椅子 嗯 嗯 就是一个是特别的 这个浪漫 第二个是 我觉得特别超现实 因为就是跟 超现实那时候的 很多装置的作品 很相 很接近 就是用一些 有矛盾感的 这个材料来做 比如说用那种 皮毛做勺子 什么的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有个 这个材质上的反差 就是有一个 让人觉得 呃 本来是一个 舒适的家具 但是他用了一个 不舒适的材料 那种感觉 看作品去了 对 像一部作品 虽然感觉是更像是 装置作品 嗯 然后 然后正好以前 没没看过实物嘛 就这次去看了一下 满足吗 还不错 还挺好的 就是我觉得 他最主要的 这个展啊 这个真的是 企划很重要 企划很重要 我就觉得他 就是日本的 这样这样的展览 他们的这个 所谓的学艺员 就是就是 管方的策展人 策展团队 还是非常的用心 就是他作为这样一个 日本战后有代表的这个产品设计师 他们在策划上呢 还是平衡做得很好 一部分呢 他有回顾 他有时间线 但是呢 又不拘泥于时间线 而是把他这个当时这个时代的背景环境交代的很 很很丰富 就比如说他同时代有哪些其他的艺术家 设计师 音乐人 然后跟他有什么交集 然后他那个时候 那个时代流行的什么文学作品 他自己的书屋里藏的一些什么书 他爱看一些什么书 就是把这些关联的文化交代的很多 那就会让观众对于整个他这些作品诞生的年代 和他作者的背景会更清晰一些 就是能在他作品之外做一些补充吧 我觉得 对 这种策划 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玩史的策划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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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错 放入文化史 放入艺术史什么的 是吧 设计史 对 你比如说他跟那个恒伟宗泽 就是同时期的 基本上同时期的 所以他们也关系很好 所以你就是 你不通过这种展 不通过这些策展人去挖掘 有时候可能你也 光看作品 你也不会在意这个东西 也不知道 对 也不会特意去挖这些东西 对吧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展览作为策展人 对于 毕竟就是他在一个公共的 这个美术馆里 他做这个展 还是有他的公共的教育的意义 所以他这方面做的相对还是比较成熟 我觉得 对 在信息的整理 知识整理这方面 是吧 背景资料 对的 对的 而且他们整理的比较 怎么说 让观看的人相对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说是我是要来学习的 我要接受一堆教育 他还是把它融入的很好 那这个平衡度就是看本事了 是 对的 对 然后那天看完这个展 顺便看到旁边有个小 也不是小展厅 是他算是这个展 这个馆藏的展厅 有一个做了一个企划展 是关于版画的 我一看 这个我也挺有意思 老鼠掉米缸 掉米缸里了 就是他是一个做了一个相对相当是日本战后的版画的这个 处理回顾 他的这个题目呢 还蛮有趣的 是叫印刷版画和设计 OK 那比较宽泛 比较宽泛 当然最后看展品的还是比较集中版画 当然里面也涉及到一些所谓跟设计大边啊 跟印刷相关的 展也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也是一样 也是策划 做的比较好 就刚才这名字其实也看出来了 他其实是从当时战后这个日本版画 应该算是他的一个黄金期 那这个黄金期怎么来的呢 他其实是从这方面做了交代 是当时大众媒体的发达 就比如说报纸杂志 电视 差不多都是战后六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开始起步 到六七十到七十年代开始 达到一个高峰期 所以这种大众的媒介的发达 使得这个印刷技术也好 版画也好 包括这个设计啊 平面设计啊 也是整个就带动了这些行业的发展 竟然没有很快的把版画淘汰 传播的这些媒介的发展 比如说刚才说杂志报纸 然后包括电视 然后包括 包括电影甚至 电影对 这些都是 书籍出版 书籍出版 然后包括这个娱乐行业 比如说音乐舞台 这些都发展起来了 因为整个日本的经济起飞了 在那时候是个起飞期嘛 然后就是都是人们就需要有一些精神 对 闲的 需要一些精神的享受 对 要娱乐对吧 然后这就带动了很多的这方面的需求 比如说他得做个海报吧 他做个演出 他也得有海报吧 那他需要有人帮他设计吧 有人帮他印吧 然后这些领域 包括刚才你说的出版发行的这个 兴盛呢 就带动了说 这些原先这些做版画的人 他们参与到很多项目的合作里面 就比如说 他有一些书籍 他需要插画 那版画的艺术家 可能就可以参与到这些活动里 包括当时那个什么 那些先锋戏剧 什么斯坦修斯啊 和那个什么唐侍郎的那种 大张鹏的那个演出啊 他们就 就不断的需要做一些这种海报啊 什么的 然后直接 他们又希望自己的这个海报呢 是跟有别于其他的一些 更大众的一些 剧目的 怎么说 剧目啊 娱乐形式 比如说形式啊 有一个更大的区别 所以他们就会找 他们觉得更年轻 更先锋的一些艺术家合作 比如说像 恒伟宗泽啊 就 就 还有那个什么 反正就恒伟宗泽之类的艺术家嘛 就是 帮他们去设计 所以当时 就形成了一个 我觉得可能一直延续到现在 日本的这种文化圈子 很好的一期观 就是合作 就是 cross over 各种是吧 包括到后来商业上 这种品牌间的合作也非常多 是 我感觉就是 那个时候慢慢开始养成这个习惯 就大家相互 就是 参与到各自的这种项目里来 埋下种子了那会儿 那我怎么不知道战后的版画 有什么特别 出名的大家呢 怎么说呢 就是 说到底啊 就是他列的这个 版画设计印刷什么这些也好 毕竟版画在这里面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门类 是吗 其实算 对 那你说 你说相比之下 肯定平面设计这块还是要比 版画要在大众层面影响力要大一些 但是展览的内容里面版画比较多 对的 那你看出来为什么展览里反而版画内容多呢 我觉得展览这个策划本身还是更多的想从一个 想从这个美术的这个角度去说 所以呢 就是说就是版画的作品会更多一些 会聚焦在版画这上面吧 但是这样你说的 其实我虽然说我们如果作为相对于像我这样 比较关注版画的人来说 可能会觉得 那个都是日本比较知名的版画家 基本上是一个把一个大概的一个日本战后版画史的代表作品都拿出来了 但是作为大众来说 版画史对他们来说就是基本上不存在 我觉得就基本不存在 对不对 你说一个甚至是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爱看展的观众 你去到 你去到那个美术馆 你看展你可能对美术史有一个大概的概念 对吧 但是对于版画史 我相信十个人有九个半是不太知道的 大概理解 对的 再聚焦到说日本的版画史 那就更少了 那可能大家也就是比较熟悉这个福祉会 福祉会时期 对 然后可能战后可能能拎出一个很伟宗泽吧 但是说实话很伟宗泽 我觉得更多的他算是一个平原设计 很适合一个这个画家 后期的画家 对对对对 他版画只是说他选择的一个媒介之一 更多的当时他做了很多版画还是因为刚才说的他要参与到很多的海报设计的工作中 这些海报是需要有一定附属性的 当时有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受到美国的这种DIY精神的影响 所以他得自己做 自己做他就选择用死网做 对 并不是说他在创作的时候就有所谓版画的概念来创作了 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理解 那这个展还是有些意义的呢 就是给大家普及普及 是 至少给京都市民还有游客们是吧 然后另外我还发现这个展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家作品 其实我们也是手上有的 真的 对的 不小心进入日本战后版画室 对的对的 要了命了 有机会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的策划吗 在我画廊可以做一个 可以过去和现在的这些版画的一个策划之类的 不错呢 那我好奇了 这展览梳理战后梳理到现在没有 没有梳理到 我想看可能00年2000年左右吧 梳理到Y2K结束了 对差不多 理解了 对的 因为我觉得2000年后可能又换了一个景象了吧 我还 这就是我好奇的 就是现在当下的日本的这个版画的这个景象是怎么样的 嗯 好奇的 对 可能就不像之前的那个感觉是有一个像一个有一个整体的感觉 现在就比较松散 嗯 更松散 对 嗯 可以 这个等晚点我再跟你聊聊看看能能同日本版画实力我能学到什么 是是是 看看能不能学到什么对未来我们做的事也有帮助 有帮助的东西 对 对的 嗯 那怎么还有什么当地的这个文艺收获了 嗯 最主要就这几个大的吧 想不起来就算了 嗯 未来还想不想在京都过夏天了 那是是是 想吗 想想 还想啊 这么日子还是想的 对对对想的想的 哎呀 但是可能下次去就不不就主要是就是更休闲一些 嗯 就不随便往外跑 不做事 嗯 还有就是如果下次夏天回去的话 我觉得可能我想往山里跑 嗯 就是京都北面的那个山那一片包括西南的那个蓝山那边 你往山里走还是舒服的 应该是清爽一点 对的 好的 你记得我们上次我们俩去京都时候看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片吗 就是他们在山里有个神社一个旅馆 旅馆 然后时间不断的回溯这个时间 对 然后那个地方那一片挺舒服的 那个就是在山里 嗯 好的 然后那边有个桂川神社 桂川神社是有很多妖魔鬼外传说的一个一个地方 所以整个那个地方也会比较阴 但是夏天还是蛮舒服的那边 嗯 小溪流水 然后可以在那个溪边会有一些小的小吃店咖啡店什么的 嗯 坐在那个川沿上 嗯 嗯 听起来不错呢 所以我觉得新都还是一个真的非常有趣的城市 就是它会有很多这种小的地方 嗯 你每次去可以 就是你肯定一次是探不完的 你就每次去去点 啊 然后去着去点 可以 可以 而且就是日本本来也是一个很讲究所谓四季风物的一个地方嘛 所以它每个季节还是会有一些无论是自然还是人文造出来的一些景 那个地方还是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是可以去体会的 理解 嗯 是想组团了那意思是吧 好 很好 这广告 打得提前这样 打给你 必须打给你 把明年夏天的广告打起来了 学日本人做策划嘛 早点做 我已经心动了 我靠 我在这夏天在江南待的实在是不难翻 是是是 真的是 好那羡慕你 虽然虽然我也知道那很热 对 但我时常啊 嗯 仰望天空啊 哎呀 真好 仰望星空了 仰望星空 没有星空 哎呦 英伦黑道理了 什么 仰望天空 我就觉得我现在又不在这多好 就这种感觉 那你这这三两三周在家这个暑假 你这文艺生活呢 文艺生活 嗯 我不能再坦白我的精神状态了 不就 我已经有的时候到了 我不想看任何文艺作品的状态 哦 理解理解 我九段神也是这个 你看之前有的 对的 我最近有点 就觉得都是别人的事情 不想看 没错没错 哎呀 跟我一模一样 混蛋 你走出来了 你是因为是因为放暑假 京都解救了你吗 主要还是之前你 你把我拉住了 对 亲爱的 咱俩不能变翘翘板吧 那也太气惨了 就是你沉沉我服服的 也不太好 对 行 咱们得抓住新的游泳圈 往上一起往上扶 对就多少有一点这感觉 实在是确实没有什么太多 可以分享的文娱生活 除了圆桌派什么的 对 刚才还说到什么 节目节 圆桌派 奥运会 奥运会 奥运会我还是看了开幕 听说你没看开幕 我没看开幕 我也没完整的看 对 咱们把文艺部分基本都看掉 对对 我也不是没看 是那天好像开幕 我忘了 我刚回来第二天还是什么 之类的 反正 还是我还没走 我忘了 反正就是 当时的情况是 我在收拾东西 然后就是 那边电视也 我老婆也开着放着 然后我当时我几乎就没看 我只看到了在河边 塞那河边 然后看到了一眼 叠叠嘎嘎 跳那个卡巴莱 因为你还知道 这个卡巴莱 卡巴莱 对的 所以就其他好像就没太注意到 对的 其实后来 那后来这个国内网络 对这个开幕式的一些评价 我完全没关系 完全没关系 对 我不跟你说 我这一届奥运会 是我有史以来关注最少的一届 正好赶在我一个来去日本的期间 就是一堆乱七八糟事 就没心思看这个东西 理解 对 但是从后来 后来回来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是抽空 稍微看了一点点比赛的激进 看人机 对 对的 包括开幕式 开幕式我后来有看几年 我没看 开幕式我激进都没看 对的 那这个巴莉奥运会的事 我们还聊吗 那我们可以 可以稍微聊聊吗 感兴趣的部分 我先讲 虽然我开幕式看的不多 段段去看到几个镜头 然后闭幕式我是跳着看的 主要是跳到最后的文艺表演的部分看的 所以整个观感下来 我最大观感是觉得 法国到底是一个讲究文化的地方 所以整个开幕式和闭幕式 给我的感觉 把他们自己文化传统和现代拿得出手的东西 基本也都拿出来了 你像开幕式里面这种 无论是这种文学艺术 还有这种革命精神 革命精神 全都放出来了 对吧 平等自由 平等自由 对 多样性 对吧 这都是他这个文化里面有的东西 对 他基本上都把它展现出来了 包括那个 那个叫啥 开幕式上 那个一直在房顶上跳下去 那个刺客的心理 刺客的心理 也算他游戏领域里面最拿得出手的东西 是吧 这我就太孤陋寡闻了 我都不知道这是法国游戏 对对 预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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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代表作的一个作品 对了 很有趣的 而且包括他的开幕式 闭幕式也好 还有他的有一些比赛项目 都是放在他的那些 比较知名的一些历史的建筑里面 包括有些在凡尔塞 有些在那个什么花园 对对 对 就是就感觉他 法国把他整个 就是运用他自己的文化 和他的这个 巴黎的氛围 用的很好 对的 就把他整个奥运的 这个活动 融入到他城市里面 这点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 就不管巴黎群众喜不喜欢 对对对 至少这个奥林匹克 这个运动会是融入在这城市里的 对的对的 而不是他属于一个城市的 场馆里发生的事 是 对的 他都是跟那个城市的一些 很重要的地标结合在一起 蛮有趣的 对的 胆子也是蛮大的 开幕式的这个 整个就放在塞纳河边 也体现了这个巴黎人的这个自由和浪漫 真的很奇特 看的还是蛮带紧 对 对 关于那些 算了 那个 关于一些这个 开幕式内容的一些 所谓的争议是吧 嗯 他表达出的 对我们这边的一些群众来说 看起来过于开放 过于平等 过于自由的东西 是吧 我们就往后再说吧 好的好的 并不是你不想多说两句吗 并不是 法国这边主要就是那个 歌舞表演吗 对对 那主要就是有一支乐队叫Fenix吗 那支乐队我是还真是错过没听过 对 对的 就有可能以前那段时间听过 但是可能没有太注意到 因为后来我们俩聊的时候 我发现就正好他出来的时候 我正好是去德国那段时间 就开始慢慢听音乐听少的那段时间 抛弃音乐的时间 现场听来还挺好听的 就是反正就不知道哪里就很法国 就是他有他哑的那一面 但是也有他那种旋律很动听 就是陈其刚刚说的 这个法国人比较不屑的那种 这个叫什么 煽情 煽情 对对对对 他也还是有一些的 所以那个杜做的挺有意思的 他又美国又法国 是的 然后因为出现了他和艾尔 我就说这个对我来说 这个闭幕式就特别的索菲亚科布拉 对的 迷失东京的关系 反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的八卦 因为你不知道 我就觉得这可能是冷知识 可能也没那么冷 就是Fenix的主唱 是现在这个索菲亚科布拉的先生 先生 丈夫 对的 对 然后那天跟我说 还是有点小事 对然后 当时他拍那个片的时候 他们俩还不在一起吧 没有 应该还跟Spec Jones在一起 嗯 就这片拍坏了 我瞎说的 是不是有点那个感觉 你说了以后 我觉得挺挺像的 就是那种 说上来 就是很日常 日常中又很未来 哎呀 是吧 你现在越来越厉害 是吧 对 就当时他在2000年前后出来的时候 就就有一种 又又像过去 又像未来的那种那种情调 对 就非常 其实也是说起那个电影 也非常配合那个电影 因为那个电影 就是美国人在日本嘛 他也很陌生 对 取得紧一会儿去京都 对吧 对对 古旧的 一会儿是东京 特别嘈杂的现代 那种感觉 对 就是在 非常抑郁 对 然后不平衡 就是一种在 在这种新旧 当下穿梭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跟那个最后 那个法国的表演 也很像 也很像 包括他中间穿插了其他的那些嘉宾 包括那个什么 比利时歌大妞 还有个金属的那个吉他 对 solo 然后还有个那个 捷姆寨的说唱 捷姆寨说唱 就很 穿插了就很奇妙 果然是没办法明确说出来的 那个感觉 是的 但是在他 他又框在一个大的那种氛围里面 就像你说的 很像那个迷失东金的那个氛围 所以又不觉得 很那种违和感 这点很奇妙 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 怎么说 那种法国的气质 有可能 怎么说呢 我其实还稍微想总结一下 法国的气质 就是 你说他浪漫吧 其实 我觉得法国气质 还有一种 孩子气的东西 有 是一种成熟 沉稳跟孩子气的两极之间 跳动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还有一种 很倔的感觉 对 然后 对 还有活泼 还有伤感 伤感 对 大概就是都有 混在一起 然后这种多元化什么的 所以才会让人觉得高级 因为复杂 复杂 哎呀 排得好 非常好 所以这个闭幕式还是挺带劲的 然后再转到美国呢 你说说 都挺的是老人吧 不是 法国还是新旧结合 新旧结合 新旧结合 其实到了美国也是新旧结合 对 也是新旧结合 你说吧 对 反正一转到美国呢 就觉得 哎呦 就是感觉毫无新意 你知道吗 就是毫无创意 有点像商场的演出 对 像商演 先 阿汤哥先下来 来一个是吧 出现一下 然后骑摩托车走了 然后就 这一共最后有12分钟 他这 阿汤哥一共就站了 最多两三分钟 后面全是视频 是吧 全是视频 这就是已经拍好的内容 对 就是拍好的内容 现成的 对啊 然后就 反正就是把他 LA嘛 就是好莱坞那儿嘛 反正他有的是新明星嘛 随便掉几个过来 压下场子就够了 这种感觉 对吧 就没有什么策划 就是让我想到 当时李约的那个 最后的东京八分钟 那个真的是 目前有的这些所谓的 这种八分钟还是十分钟 这种演出里面最好的一届 预演演出 对 预演演出最好的一届 就是他的整个的策划和执行都做得非常好 有大概念 然后有细节 然后影音各方面都是拿得出手的最好的标准 他全部都放里面 而且结合的非常好 在短短八分钟里面 一个非常 节奏非常 紧凑的 流畅的一个 表现方式 对 把这个贯穿起来 那真的是太好了 好的 那美国这边相比之下 美国就是唱堂会 对 就阿森哥出来一下 镜头一转就到海边 就 大家就嗨起来了 不像一个国际盛事 对 不像一个国际盛事 也不像一个国家很重要的事 你说气有点吧 也没什么不好 但就总感觉 少点劲 虽然你说这个红辣椒也挺好 是吧 但是 但是你说红辣椒狗爷和这个毕迪这三个 你都是这个有点反文化的 这种感觉的 对 但又不能反 对 就有点怪 又就到这个 这个奥运会这种大舞台上 就还是觉得有点怪 是 就多少 多少透着一点 中国当代艺术被招摁的感觉 哎呦 你这个说得太好了 有有有 有的有的 很奇妙的感觉 对的 他毕迪毕迪那首 丧甜的歌曲 我还是 还是有点喜欢 嗯 那首歌是蛮好听的 就基本属于他 属于他那个 那张新专辑 就最近那张新专辑 这是新歌是吧 我说我没听过这个 还蛮好 真蛮好听的 就算最甜 最容易听那首 大歌了 嗯 还算挺好的 蛮好听的 但其实呢 他的内容呢 有点像我们风风之前 演唱的那首歌 就是风风那首死了 也要爱我 毕丽这首 这首歌 我中文把它翻成 一个人省上的蚂蚱 哎呦 怎么这歌给你一翻 都像凤凰传奇上的呢 就这水平 没办法 对的 反正也是 爱你爱到坟墓里上的 好好打住 是 然后那这次 这个奥运会的运动项目 你看了啥呢 看了一点点山地自行车 可能看了一点点游泳 看了点射箭 都是非常散淡的看着 我也差不多 乒乓球看了一点 我也是 我也是看了点乒乓球 然后 看了点滑板跟 滑板我也看了一点 小轮车 小轮车是因为你跟我说了 后来我想 哎小轮车 这个之前都没关注场面 后来发现 哎小轮车咱还拿了个金牌 是吧 然后我就看了一眼 然后还看了一点 那个 那个叫啥 哎 街舞 嗯 然后街舞 看了 街舞我都没看 对 街舞看了 哎呦我觉得这种这种项目怎么 也进奥运会了 所以有点好奇 怎么比 怎么比 对 就看了街舞 看了滑板 看了这小轮车 就比较都是原先街头的项目 嗯 看了一点 嗯 街头少年出现 对 然后还看了一点 网球回看了一下 那个 夺冠那场 是吧 就是我所说的这个中国科比 女科比 真的 我女科比 这一般人就想不到 是吧 听众们请注意啊 我我眼中的郑女士 郑小姐 她就是我心中的中国女科比 哎呀 外貌气质体型啊 都非常的科比 对的 打得好看吗 嗯 还是蛮好看的 是不是 对的 然后对 然后就觉得 看完我就觉得就是 可能从李娜开始 这种网球运动 也相对来说 越来越 离开这种原来的体制的 舒服和支持 舒服 对 然后 开始走这个更加职业体育的这种方式 使得他们现在看他们这些运动员打球就更加的这个投入 嗯 然后呢 就是也更有自信 嗯 所以就感觉就看得非常舒服 嗯 就不像以前看很多这种比赛 特别是我们国内的国家的运动员就会感觉 你看着他就觉得他身上背了很多包袱 我知道就是背负着这国家荣誉之类的任务的事情啊 他不是一个打自己比赛的感觉 对的 就看着 外人看着都觉得他很辛苦 嗯 但感觉现在这些更年轻的运动员 当然也得看项目 嗯 就有些项目呢 相对来说就更放松一些 嗯 而且可能有些项目的运动员 我觉得他们对于所谓的夺精也没有那么执着 哦 我感觉是 嗯 也疼了 嗯 对的 就是可能还是参与更重要 嗯 更开心的感觉 嗯 那太好了 就是享受比赛 对的 我觉得作为观众来说 特别是奥运发展这么多年到现在 我觉得大家对于金牌这个东西可能也越来越放下了 嗯 对 当然从我们这个这种国家证明可能还是比较看重吧 比较看重国家荣誉 嗯 对的 但我不知道你了 我觉得就是还是运动员自己的事 对 他享受就好 是吧 同意 同意 他享受 并且他能以自己享受的这个事情 事业 嗯 作为事业 他能养活自己 我觉得真的作为观众 我就很很替他开心 对吧 周年人的向往 是是是 周年 每个人 对 对 每个人都应该就是还挺向往的这种 是啊 嗯 奥运就就这么多是吧 奥运差不多吧 嗯 你还有什么奥运有什么 奥运没什么 奥运晚点发展点别的 好的 什么开幕式的 嗯 也可以了 53分钟了 哎呦 一攀结束了 顺利结束了 哎呦 在暑假之后的第一期节目就这样顺利的结束了 嗯 嗯 就是杨老师 这个怎么说 担当主述出 哈哈 我非常的开心 哈哈 好的 那今天的节目我晚一点会称一首碧迪的歌 好的 好的好的 接受那碧迪的丧田歌曲里 可以 这把心情要集到这儿呗 然后我们之后还有人楼派可以聊聊 嗯 然后我觉得包括陈聪的书也可以聊聊 哦 牛逼有人买到了实体书 实体书 哦 对 哎 我终于等到了 那天你发我他的那个出书的那个那个消息 我开心死了 真的 我不是之前在节目有没有聊过吗 我就想看实体书 真的 看屏幕看到我要死了 哦 所以后来几期我都没看 嗯 因为一开始我是之前节目也说我是用手机看的 太累了 然后后来你跟我提醒我说用那个用上他们的网站 我后来用iPad 我觉得还是费劲 费劲还是吃力 而且那个转那个他那个APP也不是一批 包括他的网站 我觉得设计都 哪儿相当保用 相当保好用 这真的是没有根本就没有找专业人来看过 一点都不考虑观众的感受 完全 数字出版 真的是读起来很痛苦 我理解的 但是那个文字真的又很想读 所以我觉得要是什么时候出个实体书就好 就没想到 这么快就出来了 比我想象的快 也比我想象的快 我是觉得肯定会出的 但没想到这么快 因为他连载没多久啊 结束 结束的对 不算 不算很久 哎呦 不得了了 杨老师等书等的 等到以后有这种兴奋感 我说你就活过来了 我好急死 别别别 你又不能死 开玩笑 好 挺好 挺好 你之后的话题都预备好了 我很开心 那行 这趴就到这 好嘞 那我们就在B1的甜丧歌中结束今天的节目 希望大家不要丧 只有甜 只有甜 出帐了 下期节目见 拜拜 到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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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l 到晚 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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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